天气这么热 民众想要大口吃冰消暑 又想要吃的健康 来看我们记者推荐的 这一间义式冰淇淋店 老板选用了台湾当季有机的新鲜水果 坚持保留食物原本的气味 不添加香料色素以及鲜奶油 平常起来每一口都吃得到 食物最原始的滋味 健康低负担 店内除了口味多样的冰淇淋之外 还有最近很夯的饮品 蝶豆花气泡水 淋上柠檬水之后 变成了梦幻紫色 不仅视觉效果佳 在这炎炎夏日当中 更是清爽无比 夏天想要大口吃冰 又想要吃的健康 手上这碗凤梨口味的义式冰淇淋 就是使用来自台南观庙的 有机凤梨所制作而成的 将凤梨削好皮后 再用饮用水清洗果肉 切成水果丁 最后放入果汁机中打成泥 每个步骤都仔细讲究 希望给消费者吃得健康安心 水果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只用当季的天然水果去弄 那因为我们果汁的含量 我们都是现榨自己去采取这些水果 所以它果汁含量我们相对比例也高 所以它的口感上也相对比较浓郁 然后就是可以保留食物的原味 除了制作过程讲究之外 店内所使用的食材 也都是老板特别挑选的 用台湾当季有机的新鲜水果 而为了保留食物原味 不但水果比例多 还坚持使用天然萃取海藻胶辅助之兵 用北海道起司取代鲜奶油 必须在零下20度中快速制作 每一口都吃得到食物的原味 健康低负担 因为我们不添加所谓的非天然的一些食材 所以它在融化速度上相对的速度也比较快 因为你只用添加意大利的天然海藻胶 或者是用不添加鲜奶油 只用所谓的北海道起司去制作 它本身的融点它就会比较低 所以它相对的融化速度比较快 其实一些冰我们常常去吃的话 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很腻 而且会很口味很渴 那其实这种比较真实的话 你吃的话是觉得说 那个口感也会比较清香 而且会比较清爽 也不会说你吃完之后会觉得说又很口渴 除了单吃一式冰淇淋之外呢 店内还有许多创意的点心 像是这一杯蝶豆花气泡水 就是使用具有十倍青花素的蝶豆花 上面还有蝶豆花冰淇淋 淋上柠檬水之后变成梦幻的紫色 喝上一口 酸酸甜甜的 有点像是柠檬气泡水的味道 在这夏天内非常的清爽 店内除了口味多样的冰淇淋之外 还有最近最夯的饮品 蝶豆花气泡水 蝶色的蝶豆花气泡水 倒入酸性柠檬之后 变成梦幻的紫色 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 蝶豆花是目前植物上 我们科学所发现 植物那个花青素含量最高的植物 那我们也因为建于这个 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一种材质 一种植物 所以把它的那个花青素 萃取出来之后呢 将它跟柠檬去做成 所谓的蝶豆花柠檬冰淇淋 那会把它应用在那个蝶豆花的饮品上面 那其实因为它会有一些 画面上会有一些城市上的效果啊 口感上也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虽然店面开在人潮不多的柳川西路上 但凭着在地农产天然滋味 发展出20多种冰淇淋的口味 在市场上建立起好口碑 喜欢吃冰的民众 不妨可以在炎炎夏日上来上一杯 记者赖秋风 陈昭安 台中采访报导 看一会儿 有点免质